金曲歌王许富凯在去年尾声推出全新音乐作品 《五目大学》 吴玉景全专辑上架让粉丝们好惊喜 享受这富含林森情怀的十首新歌 在录制这张概念专辑可说是关关难过 回忆起这煎熬时期 他哀嚎说 每次录音时我都好想先把自己灌醉 因为真的太难太难了 另外蔡震南也力挺来拍摄MV 没想到外泄两人私下暧昧的亲密小逆称 看似严肃的男歌呼唤富凯时 逆称他为小蜜糖 富凯则称前辈为小甜点 二话不说OK啦 看天哪 把我后置眼泪我现在流不出来 没有啦 但真的很谢谢你 其实一开始我跟他还没认识的时候 他声音我蛮着迷的 后来拍MV 可有早 有一天我在后台说 我说什么吃挫鞭了呢 啪一下下挫鞭买了 我虽然感动到不得了 我也没有跟他讲 我就在现场好想吃挫鞭哦 他马上就准备挫鞭 这下让我感动到 那后来为了拍戏 这下拍戏我们就非常找人去的 无形之中 因为我们又一样弄着唱歌嘛 他就都画得比较不安 我是蛮喜欢他 从喜欢他就从孟伯克本开始 我就觉得他不错 所以这一次他希望我让他演出 我当面不是很容易感动 对就为了一文昏跪就私定终身 哇 天哪 以前我曾经有跟一南格邀约过专辑 那因为他有讲过他的过程 创作过程会比较花时间 所以他有讲过一句话说 只要音乐上面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找他 他可以尽量帮我处理 这个对我来说是有责任 我的专业是创作 创作过的创作不断毁了 那我会对他愧着一辈子 这个不能随便答应 对 所以就因为我敏感 我才敢答应 那拍今天拍MV 好 就随空随到 就很简单 那未来有机会跟反合唱吗 不排除 不排除 对唱如果歌好的话 唱歌其实很简单 对我们两人很简单 就歌不好写啦 我有一个idea 但是我没想要公开讲 我刚才想要公开 让他来做这件事 好 好 不要说 不要说 不要说也不要跟他说 狼狈为真不简单 对对对 第三杯 刚刚已经喝了两杯了 60比较好 来60来好了 还有我一直跑厕所 就让你脚边 就让你脚边 因为两个说要一干隔净 平常是一个会干杯的人 身体状况不太好 会太干干 不要这样子 身体要苦 他是个非常要光的 御人 而且一个非常nice的 代言啊伦理啊礼貌 都面面俱到很不错 所以到现在我还要感情 来玩串 刚真的快出去了 好的啦 没事没事没事 哇真的 其实我这个人是 恋恶心善 其实我也没那么凶啦 因为我 我关键比较凶一点 其实我是蛮可爱的 你现在讲这一段话 就有点凶耶 不是 我心情没那么凶啊 哈哈哈 把我的 不是我有 带把他到 哈哈哈 真的谢谢南哥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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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